中国后任领导人习近平最近近乎失踪的现象引起欧洲媒体的广泛关注 那么下面我们就连线VOA卫视驻伦敦的记者江静灵 请他为我们介绍这个问题 好 静灵你好 徐波你好 那么习近平多日在中国不见踪影 引起世界媒体包括欧洲媒体的广泛关注 那么静灵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是的 徐波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失踪了十几天 那么不见踪影 然后又中共当局又提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引起了各方的揣测和质疑 那么基本上在这个地方 欧洲媒体在过去几天 我们可以看到持续不断的有这样子的相关报道 那么基本上大家就是重新对中国的政治制度 以及中国政府的保密 再次发出了质疑 这包括呢就是说中国希望能够在今年秋后呢 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平稳的完成接班人的这个领导人的一个转移的接班的事件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就是说 实际上发生了这个谷开来跟薄熙来的事件 那么以及胡锦涛的盟友令计划的儿子的名牌跑车的车祸事件 所以这边基本上大家都认为说 到底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又不清楚 那么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 中国已经是全球的全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中国当局又有这么多的神秘搞不清楚的状况之下 领导人接班人失踪了 那么大家认为说 这个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做法 尤其是当中国本国的这个指标 物价指标跟通货膨胀指标 会影响到全球的一个市场经济的时候 这样似乎也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做法 那么当然这个在英国这边 尤其一些悬熟两岸事务的 还有中国事务的学者专家 也认为说在这个事情上 基本上中国的做法 已经是死得中国的信誉跟声誉 遭到了很大的损害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不管中国是不是说了实话 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事情是 这时候除非大家亲眼看到习近平 恐怕再也没有人会相信 中国的解释或者说法 徐坡 好的那么很有意思 今天是9月13号 是这个林彪 在北京神秘失踪的 后来被证实他是身亡 41周年 那么我们注意到 欧洲有媒体就把习近平的失踪 和41年前林彪的失踪 联系在一起 这是怎么回事 是的 徐坡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英国的主流媒体 在首先提出来这个东西 就是说1971年的时候 那么林彪呢 当时是毛泽东的 指名的接班人 指定的接班人 那么他失踪以后呢 一直到两个月以后 失踪了两个月以后 中国中共当局 共产党当局 他们才证实林彪 失踪跟死亡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 这个时候大家又想到 913 那么昨天是913 那么大家就想到说 习近平也失踪了十几天 那么中国当局也没有提出一个 合理的解释跟说法 所以把这个事情连结在一起 基本上就是说认为呢 中国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 四十几年来的各种的事情跟改革 尤其是经济改革 可是基本上在谈到 他们自己接班人 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问题的时候 仍然是 仍然似乎是跟毛泽东时代 四十一年前 是差不多的做法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最大的不同是 因为社交网络跟网站科技的发达 在这个时候 中国当局想要再像从前那个样子 去控制讯息跟舆论 几乎是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那么但是无论如何 徐波这件事情 就是说习近平 不管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十几天来 中国当局没有办法提出一个 合理的解释 让这个谣言的大门 然后完全打开来了 像泄洪一般各种揣测纷纷 那么在这个时候让大家 尤其是经过中国经过了这么久的 这么多年的一个经济改革 成长长进步 可是依然在四十一年以后 在这个事情上面 让他们把 让西方媒体 主流媒体把它跟 那么四十一年前 1971年 林彪的时钟事件结合在一起 我想基本上这都是一件 令人觉得很遗憾的事情 徐波 好的 那么习近平呢 我们知道 今年五月习近平曾经访问欧洲 您呢 当时随同这个采访 那么你能不能谈一谈 西方媒体 特别是欧洲媒体 对习近平的这个普遍的印象呢 静灵 是的 是的 徐波 当时习近平他是先到了美国访问 然后接着来欧洲 那么基本上他走访了爱尔兰 跟土耳其这两个国家 那么当时呢 我去了爱尔兰 那么算是 就是跟着谁同采访 那么当时呢 跟一些其他的西方国际媒体在一起 当然中国也来了很多媒体 但是当时跟西方媒体的一些交流感觉 我想大家的感觉就是说 包括我自己在内 因为曾经跟水果的采访过江泽民啊 这些过去的国家领导人 所以基本上呢 许多人 许多老同业 那么大家在那边看到的都说 这是一个似乎很水和很开放 几乎习近平代表的是一个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形象 那么尤其是他在 他在爱尔兰 逐球场跟驱棍球场 体育场最大的体育场上面 当场被邀请被选手们邀请 试着打爱尔兰的驱棍球 跟踢爱尔兰的足球 他都很率性的就当场下场去做这些动作 而且踢得很好 也打得很好 所以这都是大家在过去 所没有看到的 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毕竟是新一代领导人 好像中国是已经真的开放了 那么真的是很有希望了 当然我们还记得就是这个习近平在浙江当党 省党书记的时候 他那时候也是主张就是说 要对外开放投资 所以基本上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说 这是一个很清新的领导人 那么相信他如果真的能够顺利接班 应该是会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欢迎 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 接下来的情况是怎么样 许珀 好的 我们感谢VOA卫视 驻伦敦记者江静龄的连线报道